好 我们来接着解决刚才的问题 实际这个立方体它晃得比较厉害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精度不够 所以我们只要把精度问题解决了 其他问题都解决了 我们点击当前摄影机试图中 Particle Flow Tours Box 2的这个动靴引擎 也就是个蓝色的线框 点击了之后在修改面板中 将Advanced Parameters中的Subframe Factor 这个值提高一些 我们最终渲染的时候给到的是50 那这个值已经相当的高 那一般的机器呢 动起来可能会比较慢一些 那大家看这一次效果要好很多 边缘的这一些没有任何动来动去的效果 非常不错 第二个问题就是 如何我能够让每次渲染的效果都是一样的 大家可以看这里 我们先将这个值回到2 让它速度快一点 我们主要讲解这个值点 我们来看这里有一个Cache Bake Simulation 叫它把动画备份并且放在缓存里 那么这个时间就是Active Segment 当前时间段 你可以自己手工定义 那么点击这儿 选择Customerange 可以自己定义一个时间段 让它存成缓存 我们就用默认的Active Segment 这里给到2 主要是因为我们想提高速度 然后我们点击Cache Bake Simulation 注意按下这个钮的时候 系统会自动的进行计算 大家看这个计算的过程就会实时被录制下来 并且呢 这个效果一定要走完 走完了之后 那么我们就可以正常播放了 好 我们先让它正常的走完 大家看 现在呢 整个过程已经快完成了 那么注意 它走完了之后 你现在如果再播放 还是在系统实时计算 那怎么能够利用这个走完的效果呢 它上面有一个叫做Rand Bake Simulation 运行这个备分的模拟 所以呢 我们在完成之后 要把这个勾勾选 好 现在模拟完成 勾选这个勾 再次播放的时候 可以看到速度非常快 基本上是实时的 但是我这个机的显卡稍微差一些 你就把这个勾上就可以了 OK 而且录视频呢 也会对这个速度有一定的影响 好 这样的话 存完之后 整个这个动画啊 整个这个动画 它的这个文件尺寸会大一些 因为它存了一些数据 就类似于我们使用Max的这个Close模块 布料模块 在进行完布料的这个模拟之后再存盘 那么它的文件也比较大一些 所以记住这文件会大一些 一般来说我在制作的时候会有两个好习惯 第一个呢 我们就将原始没有进行Bake之前的这个文件 先存一个 然后Bake完之后我再存一个 名称要有区别 一个叫做Bake的 一个没有Bake 这样的话呢 就有一个文件小一些尺寸 那么稳定性也高一点 运行了这个之后 稳定性肯定稍微差一些 我再留一个备份完之后的 这样的话就不会有问题 好 最后呢 大家在制作的时候 可以将这个值先调到50 再进行备份 备份完了之后 直接勾选播放就可以了 整个效果几乎实时 那么把这个值调高之后 这个小立方体扭来扭去的效果 基本上也就没问题了 大家看现在扭来扭去 提高之后就不会有问题 所以整个这个案例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到这 好 下面我们继续来制作材质 那么首先呢 我们先来做一下球的材质 打开材质编辑器 那么在这里找到小球的材质 点到第一个材质球 ground 地面 那么地面的话 我们就给它一个 无光投影材质就行了 实际呢 这个地面大家观察一下 我们将摄像机显示出来 按名称取消隐藏 找到ground 地面 能看到这个地面 按下C键切换到摄影机视图 这个地面我们给个 无光投影材质就可以了 ground 地面 选择无光投影 OK 其他材质要给的话 我们需要先把渲染器切换过来 点击渲染设置面板 在弹出的渲染设置面板中 最底部指定渲染器 找到8C渲染器2.0测试吧 大家可以使用其他渲染器一样 我们就用了一个车漆和一个天光 无所谓 进入渲染器 找到LumenServer 打开它 勾选 Direct Illumination 勾选 Skylight 天光 将强度调高一些 我们先给它默认1.0吧 先来看一下这个渲染的效果怎么样 先来看一下 1.0的强度够不够 大家注意 这个由于背景我们给的是一个黑色 所以呢 看的不是很明显 我们先将它取消 然后将背景设置为一个蓝色 这样的话我们就看到无光投影材质在背景上投出的这个阴影 我们将环境的颜色 改成一个蓝色 OK 暗一点 OK 现在再来学长 大家注意背景的颜色 变成蓝色 然后由于有天光存在 我们可以看到底部的天光效果 大家注意看底部 大家看天光产生的阴影就已经出来了 OK 先取消 好 然后我们来设置球的材质 找到第二个材质球 这是反光版 第三个材质球 这是球体 OK 我们点击standard的标准材质 选择多维子的项材质 我们让球五颜六色 选择多维子的项 丢弃旧的 因为旧的没有做任何设置 连续点击删除 留五个颜色 我们将五颜色进行修改 首先确定材质类型 进入第一个材质 我们找到这个 standard 找到巴西的高级材质 在这里 巴西高级材质中 我们要将 类型改为车漆 这个车漆比较快一些 Base Shader Base Shader Carpin 我们先做一个绿色 Base Diffuse 默认的 这个曼反射颜色 我们给个绿色 暗一点 把这个Diffuse 抓到Candy 亮部颜色上 暗部颜色暗一点 亮部颜色亮一点 把反射 给到纯白 反射周围环境 不要杂斑 将 Flex Size Amount 都归到最小值 这样第一个材质 设置好 同样的方法 将它拖拽给第二个材质 复制方式 因为我们要改颜色 我们讲第二个材质的颜色 进行修改 Diffuse 给到一个蓝色 算了 给个灰色吧 然后 这样过来给Color 将它颜色调亮一点 好 第二个材质完成 下面我们把五个材质 都做好 好 现在五个材质 都调好了 按下六 打开粒子视图 我们要将这个 调好的多维子 这样材质 指定给场景中的球体 我们把Poticle View 放小一些 找到左侧的Sphere 找到底部提供的 Material Frequency 频率材质 然后 加入进来 点击它 将这个材质球 拖载到Azheimer 下面的这个 按钮上 选择实力方式 勾选视图里显示 将 12345 各调为 25% 20吧 让它每一个都占 最终的20% 我们先将 时间滑块 拨到地零帧 这样调起来 快一些 20 这样五种 各占20% OK 然后我们现在来 看一下效果 大家注意看 蓝的 黄的 绿的 红的 灰的 都有 好 好了 完成这一步之后 我们来设置布料的材质 选择布料 注意这个布料 现在没有厚度 如果我们想到有厚度的话 可以给大家加一个壳的修改器 要不没有厚度的布料 看起来太假了 当然外布料给小一点 大约给个0.2左右就行 0.2 0.1都行 0.15吧 OK 这样的布料就有厚度 打开 材质变迹器 布料呢 就是 我们看下面 Close OK 那我们这里 可以呢 点击Standard 还是找到87高级材质 找到这个车漆 我们给布料一个灰色的车漆 好 Base Stader Carpent 然后 将Diffuse 默认灰色 把它Drag给Candy 将Candy的颜色 漂亮一点 OK 这样布料就已经出来了 把布料材质指定给布料模型 好 下面还有这些立方体 没有指定 那么按下6 打开粒子视图 立方体我们就指定 跟布料一样的材质就可以了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先给 这两个事件里面 添加材质的类型 Material Static 因为它材质不发生变化 我们Drag一个静代材质就可以了 那么同样呢 将这个 Material Static 点中 将布料拽进来 指定 显示 同时将这个材质节点 右键复制 点击底部 右键粘贴 但是大家注意在粘贴的时候 我们要选择 Paste Instance 这样我们对一个进行修改 另外的也进行修改 省着我们每次都要改 把它放在最底部就可以了 OK 这样的话 得到的效果 基本上就 有了 也就是这个小的材质 已经做好了 那么下一步 我们先将Paregobio关闭 好 材质便器也关闭 拨到某一帧 来对当前的效果 进行测试的渲染 有点小 往下一点 120帧左右 我们现在来渲染一下 看一看效果 OK 我们打开渲染室的面板 确认当前渲染尺寸 533乘以4 直接进行渲染 大家看 现在渲染就开始了 那么 这些小球之间 都会有反射 大家注意看 对周围环境的反射 彼此之间的反射都有了 在这个场景略显然有些暗 而且 这个小球 如果没有反光板的话 看起来 这个效果不是很亮 我们现在取消 先进入 87的渲染器设置面板 将天光的强度 由默认的1.0 调到1.5 这样整个场景的天光 天光会亮一些 然后 找到显示隐藏面板 按名称 取消隐藏 配到光板中 已经提供好了一个反光板 reflection box 将它取消隐藏 它的位置比较怪异 它的位置直接摆到了 摄像机 跟观察物体的中间 大家看在这里 这块靶子比较好做 首先进入创建面板 立方体就可以 长方体就可以 选中它 创建之后 调整角度方向 如果都调整完毕之后 我们可以右键 在对象属性中 将这个物体 对摄影机可见取消 接受阴影取消 投影阴影取消 这样的话 它就不会被摄影机渲染到 而且不会往地面上投影 并且不会在上面 接受别人的投影 这是反光板需要做到的 确定 同时 我们打开材质编辑器 要为这块反光板 赋予一个白色的自发光材质 我们找到第二个材质球 它已经指定给reflection box 我们将慢反射 指定成纯白 自发光给到100% OK 100%自发光的物体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 它作为反光板 反射的亮度够不够 注意看这里 大家看 由于天光强度提高了 没问题 现在已经有了 而且反光板也出现了 但是我们发现 这个反光板 它比较弱 非常的弱 那么就是这个白色的亮度 还是不够 那么怎么办呢 我们现在需要将 当前的这个反光板 慢反射通道 添加一个输出贴图 调高输出贴图里面的 RGB偏移 我们将它调到2左右 OK 再一次进行宣传 这一次我们看到 球体上面的反射 和布料上面的反射 大家看 球体的反射已经出来了 布料上面 布料上面 我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很明显的反射效果 我们先取消 注意观察布料材质 点中布料材质 大家看 它的反射项目 我们根本就没有开 所以将它反射 开到纯白 这样的话 布料不仅能反射周围的物体 而且 上面这些小方块 也会互相反射 OK 而且布料上面会反射出 球体的效果 我们再来宣传 大家看 这样 反射效果就有了 好 不错 但是我们要注意观察 观察 这个布料 能不能反射出 这个反光板的 这个白色 如果反射不出来 效果最好 OK 我们等待它完成 那么可能有的读者要问 为什么现在渲染质量这么差 因为我们将 8C渲染器的渲染质量 没有调到最高 所以导致它现在的效果 并不是很好看 不过这没关系 大家看 这上面的轻微反射 就已经出来了 OK 但这里有一点 需要提醒大家 就是如果不想要地面 这个布料 反射出这个反光板 我可以在这 选择布料的模型 它的材质 找到材质之后 在reflection parameters里面 点击exclude 将这个反光板 reflection box 扔过来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让 这个8C渲染器里面 车漆材质 排除对某一个物体的反射 排除嘛 排除对某个物体的反射 这是reflection parameter 如果出现了这个效果的话 我们就用这种方法来解决到 我们将size值都归到零 随便找一个再检查一下 没有问题 我们找到球体的第三个材质 红色的这个 来看一下白色 零零 OK 好 最后我们就可以将当前的渲染设置提高一些 我们将渲染改为最终产品级渲染 注意改之前我们要回到这个最基础的渲染设置面板中 将这个天光啊 除了倍增值调高以外 将这个残样值调到8 这样天光的效果会好一些 不至于有很多小杂斑 然后在这里渲染器里面 我们要将渲染器改为最高级别的production sampling 产品级采样 回到公用面板中 我们现在可以将宽度调高一些 给到600 注意 巴西由于是2.0的测试版 或者2.2的测试版 它对高度是有要求 高度不能超过511 那这里我们可以冒个险给个510 680x510这么一张图 在我这台比较破的机器上 多长时间能渲染完呢 我们先来点击渲染效果 渲染效果来看一下渲染的时间长度 大家这不是很快吗 这是因为还没物体呢 一会儿物体出来就该慢了 球体的分端数我们也给到最高了 最后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效果如何 我们有耐心等待渲染的完成 好大家可以看到 经过9分46秒 那我这个效果终于渲出来了 那么效果还是不错的 地上的阴影也比较真实 那么球体的反射也比较好 大家看对周围环境的反射 包括对反光板的反射 那么这里面需要 期待解决的有几个问题 第一 动力学的计算精度问题 第二 在中间渲染停止的过程中 如果再想正常渲染 动画的效果就不完全一样 两段接不上 我们怎么能让它每次渲染都正常 第三 我们如何来让当前的这个 大家看这个效果里面 F3件 这些 最大话 这些小的立方体 它有些晃来晃去 这个不太好 边上这些 尤其边上这些 我们想让它直立一些 所以我们下一步 就来解决这些问题